歡迎光臨 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FeeFee Wo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Luna 我是主持人 蝙蝠俠Batman 來投資必修客 投資必修客 欸你為什麼不理我的 性格決定的財富 熊市強反彈 大作戰 像Luna如果這樣子 安娜貝爾這麼有陰影的女人 她到底能不能賺大錢呢 我們今天會告訴你 怎麼賺大錢 請教三位分析師 三位英雄 昨天已經出現過的 來 第一位 林漢偉分析師 來 我們來再轉一圈 來讓大家的運氣大輪轉 當然強反彈一定要看到 過去能夠看到未來 所以今天會請我們的 最棒的 丸熊來跟大家分享 好丸熊 好 我跟大家講 希望股市不要不如熊市 第二位最帥氣 最陰謀的 身材很高大的 核基鼎 美國隊長 居立老師 當老師居立老師 其實我覺得有時候你懂很多技術分析 很多基本分析 但是如果在下跌的過程當中 你不小心被嚇出場了 那還是一樣賺不到錢 或者是真的在下跌大豪的機會的時候 你反而不敢進場 那不是 白費你學了那麼多技術分析跟基本分析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心理心態啊 性格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今天就看一下我們的古怪 丸熊 怎麼跟大家分析一下心態的問題 第三位 不是人 他絕對不是人的 丸熊 分析師 你好 欸 剛才你那個動作我覺得很猥褻 哪個動作 對啊 這好像在按相才會看到 欸 你不要亂講話 為什麼我今天用丸熊的裝扮 大家一定想破頭對不對 不用想製作人豬的 就是這個原因而已 但是我在想 他一定有他背後的含義 是不是要告訴大家 熊市的晚期來了 所以叫晚熊啊 喔很晚的熊啊 是不是 熊市後段啊 有時候你要把反譜歸真 就其他都是人 你不是人 就是很簡單 沒有沒有 他其實要告訴大家 晚熊啊 真的嗎 晚熊 熊市的末段叫晚熊 你不相信嗎 我跟你講 我們來問一下是誰豬的 是那個人豬的 問他有沒有這件事情 是不是就是因為他看起來像壞蛋 我問一件事有沒有八字有沒有一撇 我看一下 欸Luna八字有兩撇 有兩撇 兩撇喔 那告訴你就是這樣子 喔很爛的哏 沒有請你站來 好請陳老師 好 拜教授 所以你不能講Luna三八 他只有一個八而已 喔 臉上只有一個 一個八而已 對對對 好不好 喔好熱喔好熱 唉呀 唉呀我也是啦 唉呀 來 你要帶了是不是 唉這不錯耶 這個是我的 我感覺你要獵殺某個動物一樣 這個是我的工具啊 我要帶著啊 這不錯這不錯 大家才要認得出我來 對對對 就像你晚上也是要用到這樣開開盒 唉唉唉 對不對 好 好 你明星說 對 那我們今天要講什麼 今天要講 財富怎麼強反彈啦 抱歉 用技術分析 一五一十 告訴你啦 先幫你分辨 性格決定你的財富 有人說性格決定命運 我相信 我們先來做 其實我真的相信 我現在很多人沒賺到錢 都是性格問題 性格問題 我認識很多 因為我喜歡研究 為什麼有些人 在這個決定政府的時候 性格決定財富啦 真的性格決定命運 真的我這句話絕對是 心態決定你的高度嘛 對 對不對 可是 性格決定命運 他好像說你注定的 不是 應該說能改變你性格的 少之又少 除非很成功的人士 能改變性格 你可以不要扭扭去嗎 這個叫夾著尾巴有沒有 夾著尾巴落跑 你不是 我現在 可是你尾巴 你尾巴不要往前甩 好不好 你尾巴不要往前甩 他們設計的非常好 我們是要夾著尾巴 你站著很猥褻 我們變18禁了 好啊 18禁嗎 有嗎這是尾巴 那好 這是尾巴 夠了 現在一個 我覺得不錯 夠了夠了夠了 我們趕快來做一個小測驗 來 哲哲 你知道你知道 你知道收 稍微 收道具是Nuda嗎 Nuda等一下那一條他不敢收你知道嗎 你不要覺得我這一條很長就會害怕 好夠了 因為那是尾巴 來 心理測驗是什麼 對對對 然後我們心理測驗 就是說你看這個你會覺得像什麼 要直覺 馬上看到要馬上回答 馬上 馬上 你不要再想 就一看到你覺得是什麼 請三個東西再看一下 來來來 我問一下老漢推車好了 我跟你講好不好 我承認 我一開始是滾動式洗衣機 可是因為看起來你很猥瑣 我覺得比較像相機 因為你要偷拍人家 對 太好你跟我一樣我也是選相機 不是我是看到你 沒關係 像遊戲 我就是選相機 對不對 然後那 那個老漢呢 我選4號 4號 4號是什麼 開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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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就你覺得那個長得比較像開關 真的每個人真的會不一樣 像開關 還是按鈕 那我們想問這個 這個洗餅那個貝爾 問 洗餅貝爾 我覺得像是洗衣機 滾筒式洗衣機 對 滾筒式洗衣機 你也是洗衣機 你也是洗衣機 好好好 我每個禮拜都在 對啊洗衣服喔 但是你洗喔 都不是 都不是家人幫你洗喔 所以真的大家看法會不一樣耶 這個很有趣耶 我是相機啊 對 但是沒有人 沒有人會覺得像劍靶 蠻可惜的 沒關係 我們趕快來看一下 幫你當一下劍靶 我來射劍 我們來看一下好不好 好 來 洗衣機來 劍靶那你要射哪裡 好 然後我們先來看一下 射不到啦 基本上 比較小一點 如果你看到第一直覺 你覺得是洗衣機的人 你其實是百分之百 積極追求變化的人 哇塞 是嗎 你是一個積極追求變化的人 我可是本身 我餓啦 我餓啦 OKOK 好 看到你有沒有改變我人生 可是 雞頂是嗎 雞頂會嗎 雞頂他滿好動的 他跑三鐵 他滿好動的 就有可能 只是他心態不好 他一直用雞頂 對 用雞頂 不是不是 欸對不起對不起 那我們那個 Mama Bear 我好想讓你的尾巴掉一個東西下來 對啊 有什麼千斤頂還是什麼 不是 夾尾巴就算你還真的給他夾起來 我覺得很噁心 而且你夾著尾巴 為什麼一定要用腿夾 啊 不知道要怎麼夾 喔對 這樣夾 對啊 你不要把他夾在中間 夾著你把他落跑 好啦 GD你覺得你是一個很愛變 很愛變化的人嗎 會嗎 你也討厭一成不變嗎 要不然我怎麼會玩三鐵 喔 要不然我就跑步就好啦 我們不喜歡玩那個 單純跑步 玩三鐵就是因為 三鐵比較有變化這樣 可是又有人說跑這種跑步要很耐力的人 因為像我如果 就他可能耐性快沒他已經換下一個 像我就我是因為現在膝蓋比較不好 不然我其實我比較喜歡競爭性的 你應該只喜歡鬧跑那種 鬧跑 好 不要浪費太多時間 不要扯遠的 因為我們有四個選項 好 謝謝晨諺 謝謝晨諺 露娜 對對對 謝謝露娜 謝謝露娜 洗衣機嗎 對啊 為什麼 那代表我是積極追求變化的人 你是嗎 會啊 是喔 你不是說你有時候假日喜歡發呆嗎 喜歡發呆了 可是我每天都想要吃不一樣的早餐 喔 這個有準喔 那我跟他不一樣 我這十幾年都吃一樣的早餐 總會啊 欸 我跟你講那我們來看一下那個第二個 第二個相機 相機 相機是50%在追求改變 就是 我們追 如果重複一樣會覺得有點膩 但是我們又不想要變得太平凡 是 好像有點是這樣 可是你換得很 你換得速度很快啊 沒有沒有 欸我跟你講我 我覺得全部裡面你比較 我吃雞腿飯我每天都吃同樣那一間 我也是欸 真的 而且我不喜歡換 我百八吃了三年 欸你知道吃到什麼時候嗎 吃到什麼時候 吃到有一天我快吐了 他變一白酒 不是他快吐了 吃到他變一白酒 我快吐了 所以開始吃白酒是不是 我快吐了 那每個人都知道整整要吃 我們為什麼要在這邊停留那麼久 看第四個 趕快趕快 第四個 第四個是開關鍵比較想追求 欸真的 真的 因為通常 所以漢偉老漢你是想追求安定的人嗎 所以你喜歡推車就是因為這樣比較穩 對 越人比較穩 這樣比較穩 比較穩 這個很合理 欸那因為三沒有人喜歡 沒有沒有沒有 我問他一下你覺得你是個性的 比較追求穩定的人嗎 欸對 我覺得有一般是比較追求穩定 真的準 真的準 因為你跟他談話就知道 你正講也沒錯 因為他真的比較沉穩 比較老的感覺 好不好 製作人在融化全全的 一個心理測驗可以講那麼久 對太太久了啦 可是我們整第三個來來來來 看一下地下 擺人 擺人 其實 我們這沒有啦 因為我們這行業很刺激 我跟你講這行業真的不太喜歡三千塊 這個題目如果去那個公家機關問 可能會比較有機會 所以這個真的蠻準的 我本來開玩笑我真的蠻準的 我也是我是 蠻追求 我不會像中南亞每天換早餐 我為了避免點閱率下滑 我們趕快往下 下一個下一個下一個 對 那為什麼我要問這一個問 哎呦這個才知道你要做什麼事 怎麼做 因為很多人看到這樣的時候 其實兩種想法 有人認為啊逃命波啦 反彈趕快跑啦 但是有另外一個人會覺得這是機會 就是說這個時候我進場 我反而有機會賺大波段 所以這個時候大家也可以 就是因為我這個沒有 沒有告訴你是大盤 我也沒有跟你講是股票 反正你就看到這個圖 你就直接回答我 你覺得接下來是 逃命波還是一個大波段的開始 這樣就好 可是我現在有差 如果大盤這樣子回答蠻深 我會想買 個股不一定 不要啦 我的意思是說我們先不要 因為這樣你就開始分析了嘛 好 一定要說 那就是我現在就做一個測驗 我也想買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差別在哪裡 因為如果你覺得是一個逃命波 那我可不 我要不要問我 我老漢一下 還有 對啊你這組成怎麼單的 你為什麼要推那台車 老漢 然後如果這樣子你會想買 是不想買 這樣子嗎 這樣看起來我會不想買 對 以他的個性應該不會 對 剛好你準 對 阿基鈴呢 我想買欸 很準 Luna呢 會 我也是會 真的很準的欸 嚇死我 我也是會 所以來看他們性格 其實可以呼應啦 可以呼應 那所以 譬如說假設不要買 他覺得還是有風險 那當然你 好準喔 嚇死我 欸 陶生妹你在底下留言好不好 告訴我們你到底是 12324 然後對應到這邊 再對應到這邊 逃命波還是大波段開始 覺得怎麼準 你又覺得準的拜託留言一下好不好 我起雞皮疙瘩了 唉呦 我整個毛都變黑了 真的嗎 需要我幫你 不用不用你都有毛 很多毛 好 那如果 都你也毛啦 趕快 如果說你是 覺得是逃命波表示比較保守 對不對 那當然你在這個地方你就 做了 趕快就短進短出 好 但是像我們比較樂觀啦 可能我也比較正面思考 因為我覺得空頭來的時間 就通常比多頭來的短嘛 是不是 怎麼可能空頭 會從年初 跌到十月 還會跌六千點 今天好像有 怎麼這樣 你千萬不要這麼說 等一下他說 他不信是不是 那我們跌給他看 就跌啊 今天就這樣子啊 你要說我相信你 夠了我信 我信 天生樂觀 大波段開始 對就其實有機會 好那怎麼怎麼做 我們今天重點 告訴你這個性格要怎麼做 這個性格要怎麼做 好不好來我們看一下 我們來教大家 如果保守當然不是你的錯 當然所以我們今天教大家 怎麼搶反彈 1510告訴你 當然我的前提說 你覺得是反彈 如果 你覺得是反彈怎麼做 很保守的人 都是不能被恐嚇的 因為 一旦被恐嚇就1510的都交代出來 所以我今天就交代大家 1510的交易法 那1510 我要笑嗎 哈哈好幽默 好梗 沒錯 謝謝 那當然1510裡面 我們會用到很簡單 就5日線跟10日線 那就黃金交加 這有什麼 沒有 其中第一個重點是 股價3日沒有創新低 這個時候你再去看5日10日 然後5跟10 1510 就可以避免雜訊 好我知道 這是第一個 欸欸欸 欸欸欸 做節目不要做錯 我擺鞋帶 我擺鞋帶 你可不可以不要這樣子 對啊 我怎麼樣也是英雄 公然猥褻 你在搞什麼 因為我看你還在那邊抖啊抖的 好 那 誰比你抖還抖都是噁心 喔對 對不起我這個夾著尾巴 要落跑是不是 欸 我想把你夾斷欸 夾著尾巴 對啊 欸夠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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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夠了夠了 Nuna Nuna是有問題嗎 喔叫我們快一點就是 製作人已經在思考說以後 不要再把我們兩個湊在一起 對啊 好這個時候很重要 還有一個叫斷背山 那我們必須要演一下 不管製作人講什麼 我們還是得演一下 斷背山 那你剛才不是說你雞皮疙瘩嗎 喔喔喔喔 對不對 好 斷背山 我要說舒服還說不舒服 夠了 我們沒有什麼意思 我們只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說 背就是背離的意思 喔喔喔喔 背離的意思 斷背山交易吧 對 那背離的意思就是說 你剛才是比中指欸 不是不是 你剛才講話的時候是 欸 喔喔喔喔喔喔喔 很痛 很痛欸 這個很痛 啊你在動不動比中指 你要比中指欸 對對對有有有有 這樣嗎 有有有有有 請看VCR 好 斷背山基本上是這樣 就是說 Rs 就是說股價在破 對 可是技術指標 譬如說Rs 喔 Rs 它背離了 欸它既然 反而往上走 這是一種背離的機會 好 那這個時候 站上五日線買進 那問題是 買了以後什麼情況 譬如說 你買了以後跌破前滴 你趕快出場 第二種 欸它持續上漲 沒關係 破五日線以後開始出場 嗯 再破十日線再出場 所以你會發現喔 我們比較保守的人 在這裡我是鼓勵大家 用五日線跟十日線 做一個依據 不管你要一五一十 還是斷背山都可以 我們很快的 舉個例子來教大家 好老師 我跟你講這是保守的人 最適合這兩種方式 可是大家會覺得很奇怪 保守的人會做短線 其實它是對的 因為是保守要做短線嗎 因為保護你事情 沒錯沒錯沒錯 沒錯 因為你沒辦法做那麼久啦 對 沒錯 因為你久了 你承受的風險 三分鐘兩分鐘 沒有那麼久 我上次幫他量過三十秒而已 你要幫他量過 對 斷背山 他開始我就在旁邊計時 好老師我們來看一下斷背山怎麼走 怎麼交易 他一五一十交易吧 一五一十先講 欸老師剛才請萬一請萬二都交了嗎 講完了 講完了 對沒錯 我沒有認真 沒有問題 因為你現在在抖啊 我現在反鞋帶 你看喔 這個股票 南亞科在這裡 放大 你看喔 我們剛才講說 三日高 有沒有 三日沒有創低 對不對 你看他還連續三天上漲 嗯 這個時候其實就引起我們的注意了 是 引起我們注意之後 你特別注意 欸 這裡五日十日均線 黃金交叉 賺15% 十下股票賺15% 夠了 放鞭炮 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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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十年公債 也不到5% 沒錯 可以賺三十年了 好我們來看一下 下一個 再來 智邦你看喔 一樣喔 連續三 你看股價沒有再破三日 可是這邊黃金交叉 黃金交叉 保守的黃金交叉就好 買進 五一五一十五跟十日 黃金交叉 好來這保守的 對 右邊 好然後到什麼時候 很簡單 五日十日黃金交叉 好 OK了 15一十的交代 15一交代 下一個 好誰 再來我們剛剛講 斷背三 斷背三 斷背三基本上 激情 他有一個概念 就 你請問不要亂帶喔 對對對 你看喔 股價在這裡有沒有 這裡這裡是不是 激效的感情不行嗎 這裡是不是往下 可是你看喔 指標反而往上走 有沒有啊 他沒有破低嘛 股價破低 這裡你看有沒有 來 往左一點 來來來來 股價破低有沒有 可是RSI比這邊高 比左邊高 這是一種背離啊 來 這邊有沒有 這邊 對比這邊高有沒有 可是破低了 對 所以背離買進 沒有 背離出現 這個時候我們抓到他 背離要注意了 站上五日均 站上五日均 對 背加五日均 所以 不是站上五日均 我們就買喔 你看前面這邊也站 是要背離 這裡也站上五日均 可是還沒有真正出現 所謂的背離訓 背離加五日均 沒錯 好買進 背背背背背 五個背 這時候買進以後怎麼辦 沒沒很簡單 就破五日均線 對 這樣就好了 因為我們在做短 不管背離的 前面不管後面 我們不要花太多的時間 去等訊號 因為我們是一個保守的 有狀況我們就要走了 好 這個提醒大家 好 然後再來我們再看 這個也是一個情況 背離 股價破前滴有沒有 這個背 股價破前滴 好 指標沒有破前滴 這個就叫做背離 指標還比較高 大家把它學起來 還比較高喔 對大家把它學起來 好 大家認真看喔 一個蝙蝠俠一個碗熊 這麼認真在教大家 是啊 是不是 還有安娜貝爾 對不對 好 然後 然後呢 一直到什麼時候 到破五日均在賣 好 你知道嗎 講是講保守 講是講說做短線 也賺50% 哇塞 可是我跟你講 我們這五個人裡面 最後一個人是保守的 老漢 對啊 我們問一下推車 像這樣子的車 你會願意推嗎 這個嗎 如果這樣概念 就比較保守嗎 其實保守不錯啊 因為你看短線 短短沒有幾天都賺50% 不會比你們這個操作播放的 賺得少耶 對喔 想一想好像有道理 可是個性不能改變啊 萬修我們看一下樂觀的人 怎麼操作 來來來 樂觀才能變rich 這不是你喜歡的嗎 兩大招 人欺我許 人欺我許 對啊我說你喜歡的啊 你看我你多好誰 萬修 但是我要跟大家講 打錯字耶 畫插寫人欺 他要欺 這個有時候 很多事情不要做 你看就會變這樣 啊 斷掉了嗎 對對他老公 我什麼事都有問 但是他老公不同意 就變這樣 喔我懂了 他尾巴鑽錯了啦 櫃子上面有帶毛耶 對對對 是不是 不是他這個尾巴啦 好 因為你現在沒有了嘛 對啊 他現在沒有了啊 對不對 所以誰用這個啦 鑽錯我鑽前面一點好不好 沒有用的 被斷掉 所以呢 人欺 所以你真的是因為這個 人欺我取就對了 就是 我 欸你們不要那麼誇張 我講欺是個Lucky7的欺 想歪了 對啊 欸 欸他們把我當成什麼人啊 是啊 我就是這麼 齁齁嘛 為什麼畫面啊 Luna還不是人欺啊 即便是這樣 也不可以把我的人設 在節目上秀出來 對啊 我們講是Lucky7 大家知道就好了啦 大家知道就好了 全世界都知道了 搞什麼嘛 搞什麼 黃金線 基本上我們用月季線黃金交叉 大家不要覺得說 欸沒道理 可是你去想一下 月季線黃金交叉 代表整個 波段買進的一個機會 所以一個黃金交叉 賣出死亡交叉 你就可以把一個股票爆 等一下我會舉例 我們看比較長 樂觀的人看比較長 樂觀的人可以爆比較長 對 而且樂觀是真的比較長 你看 沒有沒有是假的 假的 假到錢 假句 我們來看右邊 好不好 假的 另外一種情況是什麼 就是我們 常常對產業的基本面很悲觀 可是樂觀的人 他用另外一個思維 如果你這麼多悲觀的訊息出來 股價卻不跌 用逆空不跌交易吧 某種事件出現了 非常非常重要 然後等它漲到一定的程度的時候 我們在 持續逐步的減碼 這樣不就好了嗎 我懂 所以我覺得樂觀 有樂觀的好處 樂觀有樂觀的做法 我們來看一下 閃10%就先出一半 我們來看一下 來看一下 第一個 黃金交叉 你看景碩 月季線黃金交叉 實際上 股票你大概看起來 可以看月季線喔 樂觀的人要看月季線 因為你可以爆比較久喔 沒錯 閃11.5 然後呢 什麼時候賣很簡單嘛 死亡交叉 比老漢的久啦 比老漢長 對 而且 時間長 賺73% 時間長 波段的漲幅也夠 喔 所以樂觀等 要等月季線 記起來喔 所以 因為時間長 所以體力相對也要比較好 沒錯 是喔 所以為什麼老漢 你可以理解 他為什麼 時間不能帶久 原因跟體力也有關係 人家又年輕的時候啊 好不好 好不好我們看一下 我們看下一個喔 好 那我覺得這個很重要喔 你看像大力光 還有像我們 事件投資法 你看他 他的營收一直 一直 衰退衰退衰 到6月才起來 好 注意看喔 1月到5月消息一直很大 這什麼 這什麼 這年這年這年月增率 我們看一下 年增率 好 跟去年同一期的營收比較 好 那我們稍微縮短一下 我們把時間讓大家對一下好不好 好 你看喔 5月 很差嘛 6月 其實 你會發現利空出來開始不跌了 有沒有 你看大力光法說會說 未來營運展望不佳 4月5月營收下滑 可是你看5月這段時間 股價並沒有持續破底啊 喔 你懂我意思嗎 有啦有破底一下啦 要彈起來 假破底 一破紅K就拉上來了 這不算破底 不算啦 你就收盤價不算對不對 不算不算 好反而是一個測試利空時間 這邊要買 法說利空要買 這個時候就叫利空不跌 利空不跌買法 利空不跌 所以你看喔 如果你敢利空不跌的時候進去操作 這一波30幾% 哇賽 那你說我可不可以把兩個東西結合 就是把月季線黃金加雜 加利空不跌 利空不跌 做一個整合 哇 這算更多啊 可不可以嗎 可是會不會太多集合 機率變比較小 不會不會不會 就是比較少出現 我覺得譬如說利空不跌 然後你心裡面害怕嗎 還是啊 等晚一點 欸我我 欸月季線欸太好了 對不對 你懂我意思嗎 老師你真的很樂觀欸 真的很樂觀 謝謝你告訴我們結論好不好 對好來 因為製作人大 所以呢 製作人大概畫三十四的 製作人你知道 製作人他本來不是這個 好了他這樣 圈圈圈圈 我今天一定要弄死他 是不是 弄了一個浣熊 不是不是 製作人你知道 製作人我突然瞬間 他有一奇異博士 他一直在畫圈圈啊 其實他想要弄一個任意門 他想要跳到任意門圈 他一直畫圈圈啊 是不是 不要小看我們浣熊好不好 我們浣熊也是有尊嚴的 好不好 有尊嚴的 對不對 是他開結論好不好 我們浣熊要來下結論 要下結論好 請大家注意一下 那個古怪教授 不是那個古怪教授 Luna你有沒有什麼問題 安娜貝爾 沒有 安娜貝爾 安娜貝爾他今天很認真的指手 你知道什麼他都不講話 你什麼時候看到安娜貝爾有講話過 好不好很冷喔 對不起 所以你剛才的梗是 就安娜貝爾都不講話啊 沒關係 氣死人 這個主持人下次可以換你 你也不講話你知道 這個有時候用一些無聊的梗 你都在幹嘛 好 網球可以講話繼續講 來來來 投資人性格保守 老師要大聲一點齁 來聲音變小聲 投資人性格保守的 譬如說像我們 林漢偉 老師 短 他很短 所以就短進短出 老師會生氣我跟你講 到時候 他也第一個看意 看意 你在說什麼 絕對不是事實 但是他沒有辦法反駁啊 因為他沒有辦法拿出證據啊 他可以拿出證據 他要自己舉證 他不想而已啊 他自己舉證 那 他不敢跟我們鬧了 他不能鬧了 不要再鬧漢偉老師了 漢偉老師沒有 他是體力很好的一個老師 不要再弄他了 保守 然後保守人 斷背三交易法 斷背三交易法 背離 RSI出現低檔背離 就是股價破前滴 RSI沒有破前滴 再背離 第二個也要符合 站上五日線 賣出情況 好 不如預期破前滴一定要賣 破前滴喔 要賣喔 第二個 如果真的有反彈 破五日均線 破五日均線 也要賣 那如果你捨不得還手上留有一些些 一旦破十日均線 真的一定要走 好五日線就可以走了啦 好不好 這不行 有時候人是這樣嗎 他還是會留個一張 想說再拼拼看嘛 好那我懂 好下一個 樂觀的操作 那如果是 這個應該 下次應該要叫長進長出啊 長進長出 對因為我們是長 所以我們是很長 你只有50%是長 好 你短樂觀 肌頂才有資格說 肌頂他是 你有長嗎 那我們要比喔 我幫你掉一下好了 你掉上去好了 你掉上去好了 對不對 不行吧 假的在那邊開心的要命 來波浪操作 波浪操作 月季線環境交叉 對 大家不要覺得說 這個好像是一個很簡單的 概念而已 你要先了解 我們就很認真 你要了解你是什麼人喔 沒錯 因為我真的我真的遇到 我真的遇到我一個好朋友喔 他以前每天操作 然後給我看周線 我說我給我看月線啊 是是是 我說你看月線突破幹嘛 你腦袋有問題 他可能是在看安全日是什麼時候吧 月線 兩條線恭喜你啊 對 所以月季線 黃金交叉買進 很重要 你要先了解你是什麼樣的人 才知道是他月季線 還是看五日線 一五一十 那如果說另外一個就是說 因為像現在很多利空嘛 嗯 我覺得如果一個 一個產業有利空消息 股價卻不跌 我們就叫利空不跌 這個實際上也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 也是非常好的 然後漲到10%可以先走 漲到20%全數賣出 全數賣出 最好的時候就賺15% 整合一下教大家 謝謝大家 不好意思我要夾著1%落跑 今天我最欣賞就這個笑話 不好意思我要夾著1%落跑 好不好 不要玩錢不要玩錢 好不好 有些人我說為什麼姓名叫陳水秒 我想說聽到 原來是命中注定怎麼樣 注定就欠水 那有些人就是你知道嗎 就是掃那一根 我們就送他那一根 好不好 我以為我還是要說欠揍 欠揍 欠揍 欠那一根 欸Luna講話比我狠欸 怎麼辦 國外就不想講話 他剛才說欠揍 對啊 So love is over 他說你欠揍 對 我說是欠那一根而已 好不好 所以我們的感情 沒有了沒有了 沒有了 所以 你們今天留言 你覺得你是樂觀還是保守 你覺得我們這個預測 有沒有準 心靈測驗有沒有準 有準要留言喔 你覺得學到這個1510的投資法 還是月季線的環境交叉 這個是很簡單 可是你要先了解你什麼屬性 所以今天最主要是 心靈測驗我覺得很好玩 好不好 阿娜貝爾好不好 我們下週 我們明年萬聖節再見 沒有啦 訂閱我的頻道 開啟小鈴鐺 每週一到週五 晚間八點三點三點三點二四交集影片 最愛這個話 謝觀寧瘋狂股市福利社 爛年財富 fe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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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惹蛹蛹救救我 ik你可我激動不要激動 我不是你anktle 我不是你舅舅 changes 怎麼救救你阿 呃 Cw 披抹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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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ac 牙慶 不肥抹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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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抹��ág 有抹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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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抹抬na 蛤狂肥抹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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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抹 啊耶 我真的連賽賣 怎麼辦 啊 掉了 太明顯 fal還剩我合藏 噢喲哎喲買這皮巴 Grund 完全打模的兼具就變得這個 沙醉低 想要改掉這壞毛病 瘋狂股是福利社 讓你財富FreeFreeFree 教學影片 最後還是不好 謝謝光臨 瘋狂股是福利社 讓你財富Fre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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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